哈喽大家好,我是常立 2023年7月27日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抗美援朝作战 取得伟大胜利的70周年 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东北人 这个热点是必须要来蒙天一把火的 这把火就从我社区发的 这个关于抗美援朝的傻逼留言烧起 这个傻逼的名字倒是挺洋气的 叫DJ洋 是被你野爹放的屁把脑子给咽入味了 当时有老铁在长脸的评论区里说 没有必要花时间在这些傻子身上 这位老铁的建议一点毛病都没有 当然一般的傻子我也不会理 但是能像土里这种能集所有的傻逼的点 于一身的傻子 那可就不是一般的傻子了 这是一个将公之往抗美援朝身上 扑得所有的诗都吃尽了的傻子 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傻逼 同时他吃进去的这些诗也是很多人被公之的话术绕进去的点 所以可以作为反面教材挂出来遛一遛 首先就是截图里的这个傻子说 既然是朝鲜内战 中国为什么要干涉 这个留言还是留在一个关于抗美援朝的纪录片下面 这种在抗美援朝视频下面质问朝鲜内战问题的人 就好像是在问为什么你爹跟你大爷没有同时娶了你妈一样黄了 看来是公之位的屎吃的太多了 脑子都吃坏了 里面全是奥利给 要么就是他们坏头了 稍微有认真念点书的人都应该知道 朝鲜内战是1950年6月份爆发的在朝鲜半岛的冲突 是1950年6月25日开始的 是南北半自娱自乐互相垂而已 而我们中国的抗美援朝开始于1950年10月25日 中间差了整整四个月 朝鲜内战和抗美援朝不是一场战争 是两个概念 就像你妈不是你大娘一样 抗美援朝朝鲜内战 这两个名词不能相互取代 本来朝鲜战争的性质就是朝鲜内战 朝鲜内战跟我们中国也确实没有半毛钱关系 包括谁先发动的 谁把谁一顿狂扁 人脑子打成狗脑子 都是南北西巴内部的事情 都跟我们中国人没有啥关系 我管你谁先发动的 反正不是我们中国 在这个历史事实上 我的观点和野生公知是一致的 那本期视频也是基于这个我们共同承认的历史事实 来看那些以野生公知为首的历史发明家们 以及他们的徒子徒孙的表演 历史发明家们绝口不提抗美援朝这个词 永远只提朝鲜内战 他们不断强调朝鲜内战与中国无关 其实是为了引出他们的另一个观点 是借此暗示我国的参战不具备正当性 这就是很典型的投放概念 而往往会有一些老铁被这些脚屎棍带进争论 朝鲜内战的陷阱里出不来 老铁们一旦被绕进去了 紧接着他们就会拿出第二个组合计 通过模糊历史时间线搞一花节目 老铁们想不明白的时候掌握一个原则 既然朝鲜内战与我国没有关系 那朝鲜内战与大漂亮就有关系吗 你大漂亮出兵干嘛 你大漂亮不出兵我们会出兵吗 而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 就是朝鲜战争时期美军轰炸了我们中国的东北 这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更是中国进行抗美援朝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那些历史发明家们将概念抗美援朝偷换成朝鲜内战之后 又将美军轰炸中国的时间线给模糊 并嫁接到朝鲜内战期间 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因为朝鲜内战是中国的锅 所以就是中国先动的手 那么美国在朝鲜内战期间轰炸中国 就是绝对正义的 这一嫁接那可真的是太妙了 既能抹黑抗美援朝的同时 又能给美国洗的地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蒙了不少人 有些人甚至到现在都没绕出来 具体的例子就是刚才发的那个截图的傻逼 那个DJ洋不就是理直气壮的在问吗 美国为什么要干涉 为什么不说朝鲜内战是谁发起的 我这里就不得不再吐槽一下这个赏意了 真的是集所有反华的使于一身 问这种问题的人要是真的诚心发问 那我可以统一的回答 朝鲜内战是谁发动的 爱他们谁发动的谁发动的 跟我们中国人有个鸡八毛的关系 我们又没有参与 南北棒子自己随便打 还是那句话 他们就是人脑子打成了狗脑子 我们中国人也不在乎 但是如果这些傻逼要以此话术来往抗美援朝身上说 并否定抗美援朝的正常性 那我可就不困了 历史发明家喜欢模糊历史时间线 我拍的每一期视频还真就喜欢 捋这个时间线 历史发明家们要敢说抗美援朝 等于朝鲜内战是侵略性质的 那简直就是个笑话 抗美援朝明明是发生在朝鲜内战扩大化后的 一个彻彻底底的美军侵略中国不成 反被中国人民志愿军吹爆的事件 刚才说了朝鲜内战于1950年6月25日爆发 而我军于1950年10月25日才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而从1950年6月到10月这四个月间发生的事情 就是历史发明家们想要模糊处理 以及他们必须只能提朝鲜内战的原因 这就要从南朝鲜这支弱地开始说起了 这里顺便查句题外话 就是我真心的打心眼里瞧不起西方的资本主义阵营 纸老虎真就是他妈纸老虎 朝鲜内战爆发时朝鲜半岛是一个怎样的背景 1948年朝鲜半岛分裂成两个政府 南朝鲜成了南韩 北朝鲜就是北朝鲜 但是南北西报摩擦不断 互不承认对方是合法政府 双方都试图通过武力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 而金日成这个逼板上 在发起朝鲜内战的时候的一些做法 对我们中国忒不低道 但也算是社会主义阵营一手带大的娃 那时候的北朝鲜毛还没长齐 可是前苏联那股子社会主义的暴脾气 却沾染的十足 1948年苏军就已全部撤离朝鲜 1950年朝鲜内战开战之前 斯大林又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的所有苏联顾问 在这种情况之下 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还是抄起了家伙 罩着南韩的脑门子 就是一顿蒙队 充分发扬了自己约的架 自格打的优良传统 但是南朝鲜这支资本主义阵营的若吉 我的这句若吉没有侮辱的意思 是陈述事实 老铁们要说韩国有多若吉 要是没有他美爹南朝鲜分分钟被他北边的兄弟挫骨扬灰 1950年6月25日朝鲜人民军南京作战 6月28日就推到了汉城 这朝鲜内战的前夕都还没有做完 南朝鲜就被北朝鲜人民军日道哭着找他们的美爹去取外援 1950年7月5日美军介入朝鲜内战 这个时间点民斗职人怎么不逼避美国干涉人家国家的内政了呢 而在这个7月份的时间点 反华傻逼们就不要来碰瓷中国了 让中国背国了 我们土共这个铁憨憨 在1950年的7月份 连朝鲜内战具体的开战时间都不知道呢 我们家教员还是从报纸上看见朝鲜开战的新闻的 所以我才说今日成这个逼晚上不地道 而那个时候你美爹的军队就已经和北朝鲜的军队打上了 所以这口锅我们中国背不着 所以真正先干涉朝鲜内战的是美国 南朝鲜扮演的角色还他妈是被日哭了 赶紧去找美国这个老保子 请求换班 好歹换来了美军 那么美军加入有为资本主义阵营扭转弱级的形象吗 并没有 朝鲜人民军继续碾压 继续自己单干 在短短三个月时间内就干下了朝鲜半岛90%的土地和92%的人口 南朝鲜军美军从三八线附近一路被碾到 落东江以东差不多一万多平凡公里的大丘和釜山之间的角落 这些弱鸡们真的是把可怜弱小又无助给演绎的淋漓尽致 老铁们就说这些弱鸡杖打成这样 后面可咋办 没有关系 外援还可以再叫外援的吗 美国这个老宝子身边要啥没啥 就是他妈的小姐多呀 南朝鲜军被日的不行 那就换老宝子美军日 美军还不行 那就联合国军上呗 美国在参战之前就要求联合国的各个会员国也要给南韩提供必要的援助 有15个国家派出了军队成立了以美国为主导的联合国军 于1950年9月15日在仁川登陆 就换老铁们牛逼不 南朝鲜军美军再加上15个国家的军队联合起来打一个小小的北朝鲜 欺负人都不带这么玩的吧 终于南朝鲜这支弱鸡开始反扑了 当然我这些话都是废话 有16个国参战加持 南朝鲜要还不能反扑的话 那还打个屁 现在老铁们再回头看看 没记错的话 这是中国历史发明家们亲手盖章认定的朝鲜内战吧 然而搞笑的是朝鲜内战开局就打到这个地步了 联合国军都蹦出来了 但是朝鲜战场上依然没有半点中国军队的影子 所以当时在朝鲜战场上纷纷参战的都有谁 给老铁们念一念这个牛逼克拉斯的名单 美国第八集团军 第一军 第九军 第十军 海军陆战队 第一师 骑兵第一师 步兵第二师 第三师 第七师 第二十四师 第二十五师 空降第187团 第七舰队 舰艇一百七十余艘 飞机三百余架 远东空军飞机五百余架 残战 英国步兵第27旅 第29旅 海军舰队 二十一艘 飞机八十架惨战 加拿大步兵第二营 海军舰艇三艘 空军 一个中队 惨战 另外还有澳大利亚 法国 新西兰 荷兰 泰国 土耳其等十余个国家惨战 公知们一口一个干涉朝鲜内战的中国军人 一个都没看到 倒是这些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军队 乌洋洋的出现在朝鲜内战的战场上 你们是要怎样 是他们来旅游的吗 到底是谁在干涉南北西巴的内战 然后野生公知们一看 偷换概念 一花节目的伎俩 马上就要玩不下去了 野生公知们这个时候就开始不讲朝鲜内战了 改称朝鲜战争 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这是公知们使出的终极大招 普世价值大法号 如果叫朝鲜内战 那么什么是内战 内战是现代主权国家内部爆发的战争 属于非国际性武装冲突 不管你怎么解读都一样 但如果叫朝鲜战争 那可就有不同的解读了 可以解读为侵略战争 公知们的逻辑也很简单 1948年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分裂 半岛南北部先后成立了大韩民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那么北朝鲜以吞并为目的先打了韩国 所以这就是朝鲜侵略了韩国 那么我美国把拔作为捍卫民主自由 维护世界和平的正义使者 出兵打击侵略行为 天经地义 而你中国搞抗美援朝 不管是什么时间点参与的 都是在帮助北朝鲜这个侵略者 所以美国轰炸中国也没有毛病 一般来说 公知那些徒子徒孙扯到这里 就已经单方面宣布自己胜利了 毕竟在他们的眼里 美国的普世价值永远立于不外之地 但是很不幸的 在朝鲜战争这个提法上 我又和野生公知达成了一致 当然不管你要说是朝鲜内战也好 朝鲜战争也罢 都跟我们中国没有半毛钱关系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算算这笔账了 我们简单的说回联合国的人川登陆 北朝鲜毫无悬念的抛该了 1950年9月28日 联合国军把战线推毁了汉城 并逼进了三八线 三八线的另一头就是朝鲜的领土了 你美国帮助韩国反扑回三八线也就算了 但你他妈打过三八线了 进入北朝鲜的领土 朝鲜内战1950年6月开战 中国没有参战 北朝鲜推进韩国 中国没有参战 韩国从釜山反扑朝鲜 中国还没有参战 甚至到联合国军打过三八线 侵略到北朝鲜的领土 我们中国才开始决定参战 而直到联合国军都把战线推到鸭绿江边了 中国的抗美援朝才正式开始 1950年10月25日 结果我不用多说了 也就是物为言之不欲的那套流程 那条经典的北尾三十八度线 美军就跨过那么一次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现在反华电子小援主 你们再来跟我说说 北朝鲜发动朝鲜内战咋的了呀 关我们中国屁事啊 你们对中国的抗美援朝 还有他妈的什么意见呢 什么是侵略呀 谁侵略谁呀 其实老铁们 这笔账算到这步就差不多了 算的都是表面上的烂账 狗逼们爱怎么编就怎么编吧 反正账都打完了 但是资深的历史发明家 那些成了经的区 是不会这么容易屈服的 他们编造的事实 没有一个能占得猪脚 没有关系 他们还可以玩猪心 这个咱们下期再聊